HELLO 各位全国的观众大家笑好 今天是7月30号礼拜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民当家 我是刘 现在录影时间是下午3点33分 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 来给我这个支母画面 好那今天台北股市呢 其实呈现的是一个开高震荡走高 说一个小十字K棒 今天台北股市又再度大涨了 涨181点 好成交量呢2138亿 请问各位同志朋友 今天台北股市谁是领头羊 好那你手上的股票到底有没有涨呢 好那当然领头羊很容易发现嘛 今天你单看指数的表现 谁最强让指数贡献最多 就是台积电嘛 因为台积电的ADR又再度大涨 所以我们看到台北股市 今天台积电的一个收盘呢 是收在434元 434元大涨12块 那涨幅是2.84% 但是台积电上涨 我们一般投资朋友手上 并没有台积电嘛 所以你看到大盘 今天大涨大涨 你可能还是觉得有一点点的小欲阻啦 一般投资票可能有点小欲阻 昨天台积电联电那个走势看起来比较弱势一点点 就是这个涨停打开往下走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个 因为台积电联电他在往下走过程当中 很多这个资金就跑到这个中小型股票上面嘛 就是这个28号7月28号7月29号 这个全资股比较弱势的时候 当然昨天这个太阳能 风力发电就特别的强势 那今天呢 又是台积电大涨 所以呢 一般投资朋友可能又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对我们而言 我们的这个感觉是很强烈的 是很强烈的 好 因为今天这个太阳能 风力发电又再度的大涨 又再度的大涨 好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重点 叫做市场共识 什么叫市场共识呢 市场共识 它就是一个资源分配的法则 资源分配法则 其实我们在国民大学群组 在这个Telegram里面 从7月开始 就陆陆续续跟大家分享 这个7月的主周 是什么 是再生能源 因为我们观察到一个重点 什么重点呢 就是川普他的民调开始落后 拜登的民调一直不断的往上走高 那甚至于领先到10%到15% 差距感觉有拉大 那拜登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他的政策最重视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抗全球暖化 抗全球暖化 而且他愿意提出这个2兆美元 来让美国再次伟大 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可是我们看到整个7月以来 今天已经7月30号了 其实市场上的专家 很少啦 几乎你是找不到的 在分享 在跟大家每天报告 这个再生能源 风力发电 太阳能 甚至于是轻能 几乎是没有 几乎是没有 但是这两天呢 你会发现昨天开始就有人在讲 风力发电 因为他发现到一件事情 这些专家发现到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也就是说 如果你手上没有风力发电 没有太阳能 他没有办法 这个再继续的讲下去了 为什么 因为盘面上 一般的这个电子股 他走势都是比较弱势的 你看一下这个上柜的 这个中小型指数 你就知道 你看上柜中小型指数 虽然这两天 他是有反弹 昨天有反弹 今天有反弹 但是你仔细看一下 这个高点是什么时候 7月9号 从7月9号开始 他就溜滑梯 一路的往下滑 这时候你手上 如果持有的不是再生能源 不是太阳能 风力发电 轻能的相关股票 那基本上 大部分的股票都是往下回的 而且回的幅度 少说都10% 甚至于15% 20% 假设是不小心买到 生计相关股票 其实下跌的幅度 动辄都超过30% 甚至40% 这个跌幅会相当的惊人 好啦 纵使今天什么 天国一挥 今天再度的大涨 涨停板 那又如何呢 其实他这个跌幅是相当的惊人 距离他要反弹回去还是很远 但是我们老话一句 就是生计股 筹码已经非常凌乱了 我们是不建议去做强板弹的动作 好啦 那既然现阶段 现阶段越来越多人开始认同我们了 而且他认为说这个风力发电 太阳能已经是开始慢慢的 他们觉得说非买不可了 好 那当然就形成了一个市场共识 形成一个市场共识 所以既然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族群是好的 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欢迎他们一起来共襄盛举 但是什么是最好的投资 领先嘛 领先才是最好的投资 如果你跟一般的 这个这两天才追太阳能 追风力发电的人一样 其实你就是买在后面嘛 你会越买越贵 越买越高嘛 那我们买在前面优势是什么 买的便宜嘛 既然买的便宜 你就有什么成本优势嘛 你就可以抱的安心 抱的放心嘛 好 那什么叫领先就是最好的投资 你仔细看一下我们盘后的影音 你上面这个 来帮我放大这画面 7月15号的时候 你看这一天盘后解盘影音 特别要放这一天 为什么 那一天我说风起云涌 笑看古海浪涛进 我说节目的重点是什么 上市上柜指数不同调 当时上市指数还是一路都往上走强 可是上柜你记不记得 7月9号建高之后 就开始慢慢的溜滑梯往下 而且第二点我说贵买指数杀很大 有没有钱跑去哪里了 还有观众的持股我们回复 理由给你问 我们团队公开小陈故事 小陈故事是谁 来给我这个小画面 小陈故事是谁 就是华城 1519的华城 华城确实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那除全席也秒天席 秒天席 好再帮我放大这个画面 第五点我说什么 我说团队本周预告 有没有下面四张股票 永贯上尾头 元金安吉 有没有四支股票都是涨停板 这个时间点是7月15号 7月15号 7月15号 这四支股票都攻上涨停板 来给我这这么画面 好那今天今天上尾头开盘 又攻上涨停板 强吧 领先就是最好的投资 而且这一档股票 是股民当家的全体的队员 全部都有买 全部都买 好而且也全部都获利 也全部都获利 当时我们跟大家分享 说这个叫这个上大尾 最大尾 我们希望他可以越来越大尾 你看今天涨停板是108 108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走势图 来看一下他的走势图 3708的上尾头 上尾头 好上尾头今天看起来没有 接近要创下波段最高 波段最高是多少 108.5 108.5 那今天已经逼近 今天涨停板最高是108 那收盘有稍稍的往下一点点 涨停板没有完全锁住 但没关系 收盘收105.5 好成交量明显的 放出大量 今天成交到1.7万张 1.7万张 好那我们分享这个股票 绝对不可能是在高档 跟大家分享 你从周线的角度来看 你觉得这样子的股票 是在高档还是在低档 底部有没有爆大量 没错 有没有超过大户的关键成本价 没错 好那再来为什么我选这样子股票 你仔细发现仔细观察 6月份他的营收是不是创下历史最高 你看6月份的营收月增率多少 8.3%年增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 因为6月份业绩做8亿多 8.3亿跟去年同期这个比较起来 大增大增年增率83.8% 有没有业绩很明显的突飞猛进 突飞猛进 所以你看6月份单月的业绩 很明显的月增年增年增率是相当相当的一个惊人 相当惊人 长期位积又在低档 我们股民当价全部好朋友们都是赚钱的 当然昨天比较强的是什么 是1589的永贯 我说这是永贯三军 没有很好记 永贯确实长线大底 在底部 你看一下日线 今天来到94.6 会不会永贯后面超越上尾头 不知道有可能 永贯是做风力发电的铸建 就是机构建 好那上尾头做什么 做风力发电 风力发电 他不是有这个叶片吗 我看到上面这个叶片 上面的叶片 他就是做这个叶片的这个树枝 树枝 好那当然 这个盘面上的股票 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一定就是这个长线底部 是买的安心抱的放心的 只是说你现在买一定会比较稠一点 因为你的成本会比较高 那顺带一提 上尾头以前的股性真的 很强 因为他的股本比较小 动不动就会涨停板 虽然最近的这个走法 这个最近的走法 我们看一下这个3708 其实前几天我还在骂他 还在念他 我说这个走法真的是很瞎很鸟 这一天 这个7月28号 除息 除息 我印象中应该是4块钱 应该是4块钱 没错的话应该是4块钱 确定一下 这个上尾头 没错嘛 除息除4块钱 除息是7月28号 7月28号 你看一下这个7月28号 这一天的这个走势 这一天跌9块钱 而且这一天杀下来 把前面一整串的全部都套住了 那就会很紧张 就是说这个上尾头 这搞什么东西 竟然除息日还跌 还贴息 那照正常常语来讲 除息前想卖的 气息的全卖光了 除息日当日 只剩下就是没有卖的 跟想买的 所以原则上除息当天 就这一天7月28号 理论上上涨几率 至少超过9成 但是他却出现这种 莫名其妙 匪夷所思的烂走法 手上有的人你自己想一想 你心里面什么感觉 你一定会很想砍了他 很想剁了他 你觉得这什么烂东西 还贴息 我告诉你 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被洗掉 但是我们交流成员 我一直不断告诉大家 你要有信心 你要有信心 这个会形成市场共识 后面很多人就会来追了 你仔细看一下上下左右 其他的市场专家 今天一定会很多人跟你讲上尾头 一定会很多人跟你讲上尾头 今天有没有接近波段的最高 接近波段最高 你看两天的时间 不但把这一天收复起来 隔天就收复了 这个礼拜三就收复了 今天还要接近波段的新高价 接近波段新高价 所以有没有做股票 其实有时候他在玩的是什么 心理游戏 玩的是心理游戏 持股信心不足的 看技术分析的 有时候不小心就会砍掉股票 就砍掉股票 好这个就需要专业的协助 专业协助 好那再来呢 元金安吉 昨天跟大家分享说元金安吉 这两支股票 我们坚持买金平股 昨天双双工上涨停板 双双工上涨停板 好你仔细看一下今天 今天元金开盘还杀 安吉开盘还跌 往下杀 大家一看到风力发电 太阳能是不是轮流表现 一下子涨 昨天比较强的是太阳能 大家想说今天应该是强风力发电 好结果风力发电第一支光要涨停板 也是今天唯一一支光要涨停板的 就是我们的上尾头 就是我们的上尾头 其他的没有 最强的就在我们这个旅游家族里面 但是你看到元金跟安吉 早盘弱 大家想说这个烂东西 今天要休息了 没有后面跟上 而且今天两支股票 元金没有涨停板 安吉尾盘攻上涨停板 攻上涨停板 还锁住 还锁住 那当然最后面有打开一下下 那接近接近 好那为什么我要讲安吉 安吉是我们交流成员所持有的股票 你看安吉 我给大家看一下他的业绩表现 你看他业绩表现 好这个安吉是6477 我们来看一下他营收盈余 你仔细看一下上面这个地方 跳起来 这个是6月份跳起来 你仔细看一下 6月份的营收年增率多少 321% 前面这个几月 1234全部都是年减 而且年减幅度蛮凶的 5月份翻证 证9.7 后面开始都暴增 4月份业绩是月增110% 5月月增16% 6月月增88% 那为什么6月这么强 仔细试试看有问题 因为他的客户6月份营收创利时高 他的客户聚恒开扬 强力拉货 这个需求非常大 那因为太阳能的这个建制需求很庞大 而且开始加速下半年 好所以你6月份业绩大好 7月份8月份9月份预估还是会很好 而且他自己开始安吉本身自己 有投资太阳能电厂 好目前是65个百万瓦 EPS预估贡献大概就1.5元 明年发电预估可以贡献多少 达到这个80百万瓦 80百万瓦预估可以赚2块 预估这个实际以公司为准预估 那对于他而言 这是一个稳定的现金流 而且这个稳定现金流怎么样的稳定 政府保障为什么 台电跟他买这个电厂 所发出来这个店 购店 费率 这个电价20年不变 那是不是一个承诺 政府的承诺 我不会比较不会随便的挑票 当然我不能保证说一定不会 只是说比较不会 好再来他未来目标 持续努力的开发电厂 售店增加获利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安吉就让我们家族成员 安心的收集涨停板 安心的收集涨停板 确实是如此 确实是如此 好那我想各位投资朋友 可以看一下安吉的走法 你看今天是创波段的新高 创波段的新高 好那目前还在警示股 也就是说他前面涨得比较凶 警示股 所以下面成交量是亮缩的 不好买 你单笔不能买超过10张 你只能买9张 9张9张 然后加一个2张 那当天不能买超过30张 否则要怎样预收款券 但是明天解开 明天警示股解除 就处分到30号 就是今天明天就打开了 好你从这个周线的架构来看 来周线架构 突破所有的均线 周线报大量万里无云 万里无云 这是月线一样创新高 它是太阳能模组厂 电池模组厂里面最赚钱的一家公司 最赚的一家公司 好那给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当然我不是要你买在现在 我只是跟你讲说我们选股逻辑 选股的方式 为什么我们是怎么看这个族群的 我们是怎么看风力发电 怎么看太阳能的 因为也许很多投资朋友觉得说太阳能真的不喜欢 他觉得说这个股票还在底部 但是你看到我们刚刚所跟大家分享的安吉 我们是7月中开始就跟大家讲确实很强 你如果真的不喜欢太阳能 不喜欢风力发电 其实我们有准备要布局一档新的标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布局 还没有布局 新菜 好那这档标的你自己观察 你从技术线已经观察 是不是我跟大家一直在强调的草丛量 你看下面草丛量 一整撮的成交量很均匀 而且都很明显的比前面来的大 底部报大量 而且突破所有的均线之上 而且跨过大户的关键成本区 产业面上来看 明年5G时代 所有的产品都需要使用它 而且它的技术门槛变得很高 很高 未来商机是很大的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如果你想要知道这样子的标的 好那你就在我们股民当家的 这个LINE群组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影片下方 你就按赞 那当然或是你要直接加入 我们股民当家的团队 跟着我们一起操作 那我们会跟投资媒体报告说 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标的 那最主要目的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 分享给大家这个投资理财的逻辑 投资理财逻辑 还有一个选股的方向 而不是希望投资朋友 就是直接买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标的 因为家族成员 他会照我们的讯息来操作 但是外面的投资朋友 你看到一定是落后了 因为你看影片 这是旁后的 甚至于你可能这个好几天后 你才看到已经来不及了 那你又去追高 这样会造成这个投资朋友不必要困扰 那当然我们绝对不是这个要卖股票 给一般投资朋友 到股票给一般投资朋友 因为我们的分析 我们是从这个基本面 从这个长期的这个角度出发 所以你看到我们介绍的表底 都是在底部的 好开始慢慢要往上做一个攻击的 但实际上我们的操作可能会精进输出 短线也许有一些波段 我们会这个来回操作 来操作 好的 那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做一个参考 更多详细讯息 也欢迎持续锁定股民当家 赖群组 还有Telegram 也祝各位投资朋友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